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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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開始之前我想先介紹我自己 就是先用一些介紹我自己的方法 方法開始然後來切入到自己 那第一個我會講我是一個 微網路創業人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就是說我前後在兩家 STARTUP時期分別是這兩家 就剛才其實有提到啦 那這兩家大家應該都沒有聽過 那像護照政府現在也不叫護照政府了 那這兩家之所以會 就提到這 就是說我前後在這兩家工資時期 那所以說就是對於 因為這兩家都算是 所以說在那過程當中 其實也算是跟老闆一起 struggle那個過程 所以說我覺得自己對於創業這件事 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當然因為我覺得 就畢竟這比較像是 比較小打小的 然後比較體驗式的 所以我覺得我會稱自己 是一個偽創業人這樣子 那另外兩個是很有名的科技媒體 那我是從國中開始關注這兩家媒體 那我會想到這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就是 我自己覺得我自認為對於 不管是西谷或是台灣的一些網路創業的 或是說網路圈的整個環境 大致上有一些關注 大致知道說譬如說 他的可能界線在哪邊 或者是說網路圈可能現在有什麼大的八卦之類 類似像這種的東西 那會講到這兩個是因為我覺得 最近在我的朋友圈當中 常常看到 大家對於兩個地方特別有關注 一個地方叫做大陸 一個地方叫做西谷 大陸不用講 就是說我們科技媒體大部分 我們知道從哪裡來嗎 就是說 還有就是包括說就是最近馬雲來 最近富盛來 所以我們對大陸有非常非常多關注 西谷也是 光是我自己知道的 最近就有至少六團以上的朋友 現在最近要去西谷 或是剛從西谷回來 那我事實上 我最近自己也在跟一個西谷的團隊在聊 所以要去西谷的團隊在聊 但是我覺得這塊很有意思 可是我會覺得說 就是說 就來到我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 除了西谷和大陸之外 我們沒有其他的焦點 那當然其實我覺得 我同意說 我覺得西谷和大陸 能夠帶給我們非常非常多的價值 然後我也 事實上有很多前輩過去之後 也帶回來 非常非常多有價值的東西 可是我在想的是說 除了這個之外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那我給自己的答案是以色列 那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說 這可能比較 比較客觀 就比較表面上的理由 可能是譬如說他的VC很多 他的STARP很多 甚至人均的比例來講 他甚至是全世界最高的 然後再來是說 他可能某些客觀條件上面 跟台灣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相似 譬如說他的內區市場都很小 他的都有強敵環視 當然台灣的狀況跟以色列差很大 差距很大 可是我覺得說 這些客觀條件上 他可能是有一些相似之處的 所以或許我會好奇的是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對這個國家 有多點關注 然後 是不是能夠帶回來一些東西 就是也許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這樣子 這是以色列 那所以接下來我想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帶到第二塊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 極度資訊焦慮的人 要怎麼說呢 就是說現在這裡看到所有的 這些媒體 大致上就是說 每天早上會花兩個小時 把這些全部 他的新聞全部看完的狀況 那我就大概會花兩個小時 把這些全部看完 然後可能做一下加一藥什麼之類 然後把它放上網 就是我的資訊焦慮的概念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提到這個呢 因為我覺得 在很多這樣子的科技媒體上面 看到的文章就是 尤其是這種關於跨率比較的文章 我覺得最常focus的是在兩塊 第一塊叫做文化 第二塊叫制度 可是我有很有趣的地方是說 這兩塊對於一個 政策制定者這樣的高度來講 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畢竟對他來說 這可能關乎國家 下一個政策要怎麼做 可是大部分科技媒體的讀者是我們 可能是創業家 可能是跟你我一樣的 就是平民老百姓 那我們知道那些東西 對我們來說 就只是有趣而已 它其實對我們來說 不能有太多用處 所以說那時候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是不是能夠 再加上我記 其實現在在香港 就是在這間香港老闆底下做事 我覺得有一個 很讓我的感覺 讓我覺得的感覺是說 我覺得跨域比較上面 我覺得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 不同地方的人是怎麼思考的 我覺得這塊很有意思 就譬如說 就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就之前我記得那個 前一陣子 就是 就是 算是網路圈的三個需要件 就是他之前PO了一篇文章 是PO關於那個 洪飛魚事件的 那洪飛魚事件他的概念是說 就是 有一個很有名的 算是心狀 就心狀圈算是一個獎 那這個獎就是 他的概念其實是 事實上是後來被發現說 他其實只要給錢 他就可以拿到這個獎 那 所以說那個三個就在 所以底下有些star 可能會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來取得知名度這樣子 那 那時候三個就在 就對這件事表達非常覺得 非常非常不以為然 可是那時候我的香港老闆 就在下面回說 他覺得 這有什麼好譴責 他覺得說 這個也是你leverage 的一種方式 這個也是你心狀公司 你畢竟你沒有資源 你沒有曝光 這時候 這個也是你其中 取得曝光的一種方式 你為什麼要譴責 我覺得這個觀點很有趣 因為我覺得 至少我 我覺得我碰到人他不會 我不會這樣想 我覺得這某種程度上 可能背後代表更大的是 可能我們所謂狼性的思維 就有點類似 不擇手段 就要達成目的 這種思維 那這個這種思維 你可以不喜歡他 可是我覺得 對知道這樣子的思維 是有影響的 所以說 這就變到我的主題 是這樣子 我希望能做的事 第一個是以色列 第二個是我想做的事 我想知道他們是怎麼思考的 那接下來順便 跟大家帶過一下 目前我們的規劃這樣 那目前就是我覺得 我主要會cover到 兩個大主題 第一個是關於創業這件事 那為什麼會定這個主題 主要原因在於說 因為我覺得 就是說 對於創業這件事情的看法 其實大致上可以代表著 一個人的商業觀跟世界觀 就是說 他怎麼看創業這件事 他覺得創業是什麼 他覺得學生該不該創業 他覺得上班跟創業 是要怎麼選擇 類似像這樣子的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 他能夠看出的是一個人 就是 他背後是怎麼看世界 他背後是怎麼看這個商業環境 所以我覺得這塊是很有趣 第一個我會cover到的東西 那第二個我會cover到的是 關於公司 跟這比較實際面的 就是說 那個 關於公司自己怎麼做 產品服務思維是怎麼樣 然後 譬如說公司的成長 公司的行銷 moneting的思維 類似這樣這種東西 我覺得它是比較 可能實物面的東西 這是第二塊我會cover到的部分 這樣子 那目前我主要 呈現方式 我是希望能夠做三塊 第一塊是事前觀察紀錄 就是在事前 我會先把一些 我整理到的資料 然後寫出來 然後同時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方式 能夠讓大家給一些feedback 那同時我在訪談過程當中 我預計是以產業為單位 去做訪談整理紀錄 第三個是 針對剛剛那兩塊 就是大主題跟小主題 我是希望能夠做一個主題的分析 那這三塊其實我現在也在跟一些 就是科技媒體有在談 就是希望說這個之後 出來的東西是可以就是 能夠看出來 然後可能有一點小小的影響力 能夠讓大家關注到這個方式 這樣子 那目前預計是訪問 就是25位這個目標 其實現在是先暫時訂出來的 就是說我暑假過去 然後目前預計訪問應該 差不多20位或30位 那這數字不一定 然後目前可能會訪問一些 當地的學校與其育成東西 這樣子 那 對 那主要是這樣子 今天我今天分享 其實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主要就是 會想要麻煩各位的是說 就是第一個是 接下來我做這件事 希望如果大家覺得 聽完之後覺得有趣 或說你覺得很想提款的 你可能可以就是 來follow我這件事情 我在這個網址 我的個人網址 那這個網址上面就是 現在還沒有啦 可是我之後會放上 現在上面有的是我的部落格 跟我自己寄文章筆記的地方 那 之後我會把就是 我寫心得 或者說我之後產生的 不管是什麼樣子的文件 就是放上去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 可以關注 那另外就是 第一個就是 就是聽完這樣的想法 如果大家覺得有什麼 回饋 或是覺得有什麼有趣 或不有趣 覺得可以tub 或不要tub的地方的話 那也可以跟我講 這樣 或者是說 因為我剛才有提到說 就是我現在有在跟一些 科技媒體在談 那我是希望說 這個東西是 它能夠至少發揮的 可能某種程度上 能夠讓大家 再多一點人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說 如果說 覺得對這塊有興趣的 那也歡迎給我很多 謝謝大家 謝謝張宇 謝謝大家 請回提到 請回答 請回答 可以 請回答 請回答 請回答